幫神行障礙者沒和工作的瑪莉亞庇護工廠 昨天接送他們到工作地點的交通車 在國道上翻覆 車上七個人受到的輕傷 索性沒有大礙 但是也讓得來不易的工作被迫暫停 向行車翻覆在國道內側 占據兩個車道 救護人員趕緊將受傷的七個人爆炸送醫 索性只有擦傷和挫傷 上午八點多 來自沙洛的瑪莉亞庇護工廠工作隊 在國道南下隆井路段 一次突然爆胎 車輛失控翻覆 車上五個學員加上兩位老師 索性沒有生命危險 只是原定要前往成功領工作 沒想到發生意外 也讓得來不易的工作被迫暫停 記錄片中的冠魚 十一個月大時 血管手術影響腦部的細胞發育 成了身心障礙者 原先都得自己搭車前往工作地點 後來經過愛心家園的媒合 成立工作隊專車接送 才讓工作狀況漸漸穩定 雖然工作能力和一般人差了一截 老師適時的輔助 是他們適應社會的最大動力 家長都會認為說 他只要會清潔的技術 他就可以去就業 其實家長不太瞭解說 解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 其實更是你就業上更需要具備的一些能力 因為海鮮的媒合不易 為了替身心障礙者找到合適的工作 愛心家園擔任起僱用者媒合 有老師帶著四處跑 雖然享有勞健保 不過其他的保險 因為身臟身分無法享有 希望用庇護性的就業模式 盡快讓他們融入社會 沒有想到這次出了意外 也凸顯身心障礙者的求職困難 藉著林健森 賴世傑 台中報導